侯副院长 即便是人数不多 但是国会仍然依法 依民主的模式给予尊重 并进行朝野辩论 那么本席也相信 明天投票之后 在野党能够愿赌服输 也就是依法让江仪化院长 顺利上台做施政报告 本席绝对希望明天过后 不会像王健壮先生所言的 不能运作的民主的困境 又重现在国会 那么如果是这样子 我们几乎要相信 我们的苏主席 民进党的苏贞昌主席 之所以有这个 明知道不会过的倒戈案 其实是给这六次杯葛 不让江院长上台报告的一个 最好的下台阶 那么今天我们看到这样一个结局 我们不禁要感叹 为什么一定要经历过这样一个六次的杯葛 才做最后的下台阶的收拾 本席呢 历经过在野 现在是执政 几乎每一次在施政报告之前 难免在野党都有一些杯葛的动作 但是我们也看到了 这样子的动作 如果它本身不具有任何的意义 尤其它违反了我们再在的强调 我们有别于其他国家不够民主的优势 那么为什么同样的争闹 同样的延旦时间 延旦施政报告 一定要一而再 再而三的在我们的国会殿堂发声 而且还有更甚于此的 让人不愿意看到的不法的肢体的动作 我们曾经也跟在野党几位委员讨论 都这么多届了 为什么我们的国会 还是要以霸占主席台 各项的不好的肢体动作 上了国际的版本 然后呢 我们的国会 又在吵吵闹闹之中呢 依然顾我 我想 今天如果民进党 再任性一次的倒戈 能够唤起两党 真正为台湾 所有的民众 为台湾 未来的经济发展 有更重大的意义 更深层的思维 去做同样的动作 如果我们今天 希望 我们有别于中国大陆 我们有别于我们周遭 还不够民主的国家 我们希望 不只在经济上 在人的素质方面 尤其在国会的表现方面 我们是超前的民主 我多么希望 我们这一次的 倒戈之后 我们能够 朝野两党 三党 共同坐下来 思考 更好的 解决 纷争的办法 我想 值得 我们把 倒戈 做一个终结 谢谢 谢谢